夜行与灯消之旅,一切上送,传归金主,住世界的主, 阿拉在《古连经经》中说,赞美金主, 周觉万物在一夜之间使她的仆人从金寺新到元寺, 我在元寺的西州建福,以便我昭示她我的一部分旗行。 金主确实传存的,确实传民的,我见证万物非主位于阿拉, 如意无恶,我见证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仆人及其使者, 求安阿拉赐福她的几七家人,以及所有生命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 直到报应日。 何无疑问,夜行与灯消之旅有着很多重大的秘密, 她在人类历历史上是唯一的, 是诸词给众生人分引者的恩隆, 是对牧生内心还身的安慰, 因为她和神明子在这现状中找到了一条图的重重迫害和否认, 当时正式宣执位于牧的第十年, 在数日之中,一直帮助宣执并充充充他保护神的伯父阿布塔利伯, 是撒手人魂,坚定支持牧生, 在幻南时期作为他毕露所和堡垒的险内珠海地劫, 也正归而离他而去了。 之后,牧生去了他一夫, 救助却为难得到目的, 他因此疼苦万分, 他一夫执行的疼苦早遇是牧生生活中最严算的时刻, 牧生受到他并履行的重重迫害后, 去他一夫寻找帮助, 但是当地的人的迫害比他并属的人的迫害更严酷。 他们只是一些恶困和怒仇主义的牧生, 向他掏十块, 牧生的连酒被打上血流不止, 但是牧生感到痛苦忧虑。 在回来的路上, 他祈祷阿拉说, 主呀, 我愿恨我自己的软弱和无难为力, 我没有办法。 认识的主呀, 你是弱智的主宰, 你是我的主, 你让我脱靠水, 脱靠不能照顾我的人, 还是控制我的敌人。 如果你没有对我恼虑, 我就无所谓畏惧, 你的仁慈保卫着我, 我以你的官命求助于你, 去处黑暗, 求你改善我今后连世的情况, 保佑我, 免受你的前女, 我求你喜悦, 知道你满意, 我无能无力, 为可阿拉。 就在这个节骨眼里上, 夜行当小的七祭发生了, 这是主的重大恩宠, 牧神在这次伟大的旅行中, 感到任何天生和其他尊贵宣旨 都未曾感到的西斗又酸的事实和游州的秘密, 这是为了确立牧神在中享知和逝者中的地位和荣誉, 是为了阿拉安慰安慰, 而是为了阿拉安慰显之的心, 以增加它的决心和信心, 而使穆罕默的更加如真, 让他确信, 他在阿拉的关怀之下, 阿拉一定会保护和保佑祂的。 野心与灯瘦的奇迹是阿拉赐予牧生的最大奇迹之一。 在这一重大事件中,却有一些我们可以受益的借鉴和教训,其中包括 第一,采取主观努力和信托阿拉并不嫌违背。 阿拉为牧神制服了贤马。 虽然阿拉有能力让牧神不借助任何手段当上云朽, 但是祂让牧神骑着贤马灯朽。 另外,虽然牧神完完全全地信托阿拉, 但是当祂到了阿克苏清净司时, 还是把贤马尽在转字中。 这是为了教讨祂的民族主观努力的必要性。 牧神说:「以许我把贤马尽在转字中属于主观努力。 这和信托阿拉并不嫌违背。 真正的信实,真实的信托阿拉并相信他欲得的一切都属于阿拉的前定。 这种平衡的理解正是以下这段关于采取主观力量的生存的行义。 牧神说:「如果末日来临, 你们谁手中还有数秒, 若能站起来中他, 只有中下他了。 又说:「加入你们真实的信托阿拉, 阿拉必定现此与那鸟泪那样。 恩此与你们, 他们早上合着兔子出去了, 晚上免保兔子归来。 第二, 中生人皆为交报。 中贤旨的使命在信仰和认诸独一方面, 是亦没现成的。 但在部分息子规定, 法律和法成的方面有所不同。 阿拉说:「在你之前, 我所派遣子的使者, 我派遣子的使者, 都奋斗我的其事。 除我之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牧神说:「中贤旨皆是同父义母的兄弟, 母亲不同, 却亦没现成。」 阿拉说:「你说, 你们来吧, 来听我宣读你们的主所经济, 你们的实现。 你们不要义务陪主。 你们应当孝敬父母。 你们不要因为穷苦而杀害自己的儿女。 我供给你们和他们。 你们不要临近明显的和因为的缺失。 你们不要违背正主的禁令而杀人。 除非因为正义。 他将这些事祝福你们, 以便你们了解。 你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 除非依照最有良的方式。 直到他成年, 你们担忧充足的道和公平地称。 我只以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 当你们说话的时候, 你们应该当公平。 即使你们所代表的真的是你们的情绪。 。 你们当律行正主的明月。 他将这些事祝福你们, 以便你们觉悟。 这却是我的真路。 故你们当尊顺他。 你们不要尊顺鸦路。 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正主的大陆。 。 他将这些事祝福你们, 以便你们敬畏。 关于以上, 今年中的十个医主, 阿弗陀佛阿弗陀佛说, 这些是明学的结文。 所有天使的宗教都一直禁止这些大罪的。 。 这些是对传人类的禁律。 他们是传经的坚勉和基础。 属于履行古兰经中的所有命令。 谁将如天堂, 谁卫陪他们, 谁将如火域。 阿弗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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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作为他们的一面目。 牧神当上语文修时, 众贤之去迎接他说:"欢迎你善良的使者, 善良的兄弟。 。 这表明, 牧神在大地上作为众神人的一面目。 同时, 众神人履行阿弗陀佛曾与祂缔结的明月。 阿弥说:"当时, 经主于忠贤之地约说 我已选赐你们经典和智慧 以后有一个使者来证实你们所有的经典 你们必须确信他 必须辅助他 他说你们成人吗 你们因为此事而与我缔约吗 他们说我们成人了 他说那么你们作证吧 我也和他们一同作证 阿里阿布塔利布说 但阿拉赔钱任何先知时 都有与他缔约 如果阿拉在他有生之年 派遣穆罕默德时 他必须确信他 必须辅助他 并让他和自己的民族缔约 如果在他们有生之年 穆罕默德被派遣时 他们都要归信他 要归信他 第三 一万四的地位 耶税之旅 摩罕默德 从女王寺 当山了高天 然后他达到基金的 所为 在书旁,牧生说:"只有三座圈子值得抽筋,即麦蒂尔金寺,麦蒂那圣那寺和耶路苏林的原寺。 他三位选出现之一,是伊斯兰教仅次于麦蒂尔金寺和麦蒂尔金寺的第三大圈金寺。 从麦蒂尔金寺和麦蒂尔金寺之外,是因说出拜约的第三座圈子,是地球上建造的第二座礼拜四。 圣班阿普撒利哈传说:"我曾问先知,阿拉的使者呢,到底想建造的第一座礼拜四是哪里?" 圣职回答:"我问,然后是哪里?" 圣职回答:"阿克斯罗神祭。 我问:"连四修剑显格多久?" 圣职回答:"四十年。 圣职说过:"你们应当前往北节的礼拜四有三座。 我在他的这座礼拜四,还有麦蒂尔金寺和阿克斯罗神寺。 圣职和麦蒂尔金寺以外,在阿克斯罗神寺里做礼拜的有优势,在其他的寺里做礼拜的五百倍。 圣职说:"牧神说:"在今次礼拜的有约于在其他寺里礼拜的十万倍。 在麦蒂尔金寺的礼拜有优势在其他寺礼拜的一千倍。 圣职说:"在阿克斯罗神寺祟礼拜的有优势于在其他寺区里礼拜的五百倍。 圣职说:"阿克斯罗神寺是伊斯兰圣圣的圣地不可分科的一部分。 末文在他们的民族性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阿克萨清真寺的安全是所有穆斯林简单无法推卸的责任 因此我们不要忽视保卫阿克萨清真寺 也应当把这种意识种在我们孩子的心中 以免我们的后台忘记阿克萨清真寺在所有穆斯林心中的地位 我说了以上这些 求阿拉 说罗我们和你们 一切赞送传归众世界的言语的主阿拉 我见证万物非主为有阿拉 主义无奥 我见证穆哈玛德是阿拉的仆人 及其使者 求阿拉的赐福与他及其家人 以及所有圣名弟子的和跟随他们的众人 直到报应日 各位穆斯林 每年的四月初 全世界都会庆祝孤儿日 而融光的伊斯兰教在关怀孤儿和保护孤儿的传理方面的交道 是早已所有人权组织的 阿拉说 他们问你怎样待遇孤儿 你说为他改善他们的事物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与他们合伙 那么他们是你们的交保 真主能辨别破坏的人和开善的人 加入真主抑郁 他必使你们凡能 真主确实万能 确实之为的 谁承词这节经文的含义 谁就会了解到 改善这个词是对各种关心的总称 改善是对孤儿所需要的所有事物的总称 孤儿可能需要钱财 那么就钱财实实给孤儿只有属于改善 孤儿可能是富人 那么他不需要这些钱财 但是他需要管教 在这种情况下 管教只有属于改善等等 如果孤儿也不需要以上那些 也许他们需要情感与文存 以及父母的客户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他们求困了这些就属于改善 另外规范 规范孤儿的行为和道德也属于改善 这些关怀和保护孤儿的全面的含义 在孤梁经和圣旋中都有名闻 并合着我们改善他们的处境 关心他们的事物 孤儿说 我和汉阳国的人 在天堂里 就像这连根手指 连眉同处 母神说着 并笼子中指和食指 要说 穆斯林中最好的家 就是善待孤儿的家 穆斯林中最坏的家 就是虐待孤儿的家 旧阿拉 让我们都属于 倾听言辞 而欺知美者的人 这样的人 却一手都 敬诸的樱桃 确实有理智的